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喜欢看老电影的素子 今天要介绍的是1957年上映 由长征念影制片公司出品的 悬疑惊悚片《捉轨记》 乐蒂 陈思思 高远 十类主演 古典美人乐蒂在长征公司执服几年 终于获得担政的机会 别于一般甜美可人端庄娴熟的女主角 乐蒂在《捉轨记》里 却是背负神秘痛楚的悲剧人物 而揭穿秘密的任务 则交给精灵活泼的长城三公主陈思思 乐蒂在《捉轨记》中 是一位被迫嫁给杀妇仇人的冷艳少妇 为抱血海深仇而过着死极阴沉的生活 连笑容都是带着淡淡哀愁 明明不是自己的错 却因为美貌酿祸 就得承担莫名的肉体与精神重担 观众所熟视的乐蒂是很常以少女和活泼女孩子姿态出现的演员 但现在却一变作风 以一个忧郁少妇姿态与观众见面 揭拍《捉轨记》前 乐蒂在长城工作四年 尽管一进双十年华 却仍是记者笔下的小乐蒂 直到这部气氛悬疑的惊悚片上映 才开启乐蒂的转型契机 就此脱离男主角妹妹、女主角同学的宿命 成为独当一面的主角 展现累积多时的精湛演技 从此与上处在探索期的小乐蒂分道扬镳 相比入行及单纲领衔主角的陈思思 乐蒂的心图明显曲折 熬了几年才在捉轨记首次扶正 回顾上千个日子的历练 她言谈间竟是一分耕耘的甘之如意 与大多数新人相似 乐蒂一入长城便签下长达五年的合约 她坦诚乍看时觉得太久 我的心里暗暗在想 五年的期间好像是那悠长的岁月 在我犹豫之间 总经理袁养安好似看透了我的心事 导演出身的袁养安解释 五年对成就一名演员而言 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即使是票房实力兼备的前辈 也必须不断自我精进 才能成为具优秀品质的艺人 我是一个演员 蒋逸琳才五岁 小学还没有毕业 作为一个演员 要学的东西是那么多 所以有戏演戏 无戏学习 学习才是我生活的主要内容 为充实各类知识 乐帝字述在众导师的循循善优下 阅读中外古典名作 学习电影专业知识 训练演戏技巧与精进国语口条 值得一提的是 负责教导国语的冯林 本身是位广东人 却能将非母语的国语讲得纯正流利 这份确切掌握第二语言的能力 使他在教学过程中更能理解并矫正学生的盲点 私下进修同时 乐帝也获派参与风格戏录各异的电影 虽然总是名列下幕实惠之后 却逐渐展露不容忽视的光芒 置捉诡计首度被提拔为主角 虽是不慎讨好且难以诠释的新寡少妇 他依旧演得动人心弦 是影评比下很突出的发现 他演出了我们意料不到的成熟风度 至于青春亮眼的陈思思则得到来自本色的称赞 看过本片的朋友中 个个都喜欢他那活泼的样子 对跳出舒适圈的乐地来说 可谓一次非常成功的表现 雷电交加的夜晚 青年张子琪迫于母病停而走险 潜入豪宅行窃 正欲攜带贵重银器离开 反遭年轻女主人李梅英壮破 紫棋连忙奔逃慌乱之际冲入梅英卧房 竟见到一名男子倒卧雪坡 他正是豪宅的男主人沈士俊 紫棋吓得连声喊 太太太太这不关我的事 我只是来偷东西 人不是我杀的 他坦承自己是为母亲的医药费才出此下策 对方听完冷静道 好吧那我放你走 与爸梅英要求紫棋协助擦去血迹 慌乱的他只得照办 但才动手 梅英却像疯了似的抓住他大喊 救命啊杀死人了 恐惧至极的紫棋拼命挣脱逃离 回到家 母亲被坍塌的围墙压倒 临终前对独子叮咛 我死了以后 你要好好争气做人 还来不及处理母亲后事 紫棋听到远处传来警笛声 随即展开逃亡 寻见赶来的警察 取下她的高中毕业证书 指着上面的照片问 是她吗 神情复杂的梅英 迟一片刻才无可奈何的点头 隔日报上刊登通气张子棋 与沈世俊被杀的新闻 同一时间 子棋逃到女友黄小平住处 小平决心洗刷男友冤屈 一面协助处理张母后事 安排子棋到乡下亲戚家赞助 一面计划着手调查此事 一手陷害子棋的梅英 十分同情她的遭遇 暗中资助张母后葬 善意举动辗软为小平得知 她写信将此事告诉男友 子棋男男 难道她自己就是杀人凶手吗 我一定要想个办法来 家里出了凶杀案 用人人心惶惶 纷纷借口辞工 只剩老婆黄妈陪伴梅英 为增添收入恢复生气 梅英想把豪宅的一个房间出租 期盼有位正经而大胆的女学生入住 苦无机会接触梅英的小平得知 立即前来乘租 住进大宅 小平向黄妈打听女主人的种种 她打 少奶奶是个再好没有的好人 其余一切一无所知 深夜 小平听到楼上传出轻微脚步声 她鼓起勇气出门窥探 只见梅英独自一人外出 小平趁机溜入主卧室 试图寻找蛛丝马迹 但才入内 少傅却突然折返 她吓得躲到床下 梅英穿着一袭黑旗袍 一双黑皮鞋 手持一个长方形的黑手袋 静静坐在梳妆台前啜气 不一会儿 她将手伸至床下 从躲在床下的小平身旁 拉出一纸皮箱 缓缓将手袋放入 并再叹了一口气 直到听见梅英稳定的呼吸 小平才悄悄溜回房 清晨 小平问黄妈是否听见走动声 她却一脸神秘问 你怕不怕鬼 小姐 和你在一块 我心情轻松的多了 梅英不时邀请小平共进早餐 受到她的开朗影响 情绪稍有起色 然而到了午夜 梅英又消失无踪 小平急急追上 只见她消失在浮广街口 小平暗自琢磨 可能是这个少妇外遇 就是造成谋杀案的线索 我必须要更亲近她 不久梅英卧房传来声响 小平网内张望 竟发现惊人秘密 梅英从胸前取出一把匕首 她凝视着发亮的刀刃 仿佛下了无比的决心 之后梅英将刀收进皮箱 静静躺回床上 一早 小平故作轻松和梅英交谈 借机刺探她与丈夫相视经过 只是话才出口 梅英已是眼眶含泪 小平赶紧致歉 她却悠悠答 你是孩子 不会懂的 掉眼泪不一定是悲伤 有时候是 唉 不说了 反正你也不会懂的 尽管问不出所以然 但小平确定梅英对死去的丈夫 并无爱意 黄昏时 黄马连滚带爬地嚷着 有鬼有鬼 小平和梅英都受到惊吓 但随着拖拉铁链的脚步声越发清晰 梅英的脸色却有所转变 小平也觉得事有蹊跷 数分钟后 电灯突然熄灭 天花板持续传来声音 小平鼓起勇气喊 我不信 难道真的有鬼 梅英拉住欲查清真相的小平 冷静道 你不能不信 我比你清楚 可是 你不必怕 有我 事业 小平一人上楼查看 真的见一双巨大而绑住铁链的脚 正在缓缓移动 小平一时紧张松手 想找回手电筒 却胡乱抓到铁链 梅英见状有恐转怒 这就是有鬼的证据 好 等着瞧吧 我也不怕你 她面色凝重向小平黄妈表示 自己将做一件重要的事 若遭遇不测 就将所有财产赠予两人 穿着一身黑的梅英来到赌场 眼神盯着一位标形大汉 略带罪意的男子 独自走进浮广街 梅英取出利手未遂 之后向内发出一声彩叫 梅英已完成她的任务 回到家 鬼又出现 刀上燃油血迹的梅英气急败坏 信沈的我敢杀你就不怕你 卧室缓缓走出一个身影 竟是被诬陷的紫棋 小平惊讶 紫棋是你扮鬼 紫棋解释道 是的 我要逼她自己承认 杀死她丈夫的就是她 难道你又杀人了 梅英称将罪推给紫棋 并非怕死 而是因为气愤 她索性和盘托出 当时因为你破坏了我的计划 我要杀两个人 只杀了一个 被你闯进来发掘了 为了要完成我的计划 就不得不冤枉你 梅英表示说完自己的故事后 她将到警局自首 梅英本和父母在乡村 过着幸福的生活 却因被恶霸沈士郡看上 屡屡遭到骚扰 未将梅英据为己有 士郡果同大汉 将她的父母杀死 她在洋庄若无其事 趁人之围迎娶梅英 以色偶然的机会 九岁的士郡说出真相 梅英强忍怒意 四处打听另一位凶手大汉 才知她住在福广街 时机成熟 梅英一刀将士郡刺死 正要外出杀掉大汉时 被偶然闯入的子齐打断 她无奈 当时我真不知道是多么的恨你 梅英只得狠下心 让子齐当替罪羔羊 但又因为善良本性而痛苦不已 她肃穆道 我要去自首 去洗刷你的罪名 沈太太你不能去 小萍对眼前的少妇的 寂遇尽是同情 自首 是我选择的道路 梅英从容不出自宅 小萍望着她的背影 内心无限感慨 相较当时其他以鬼为题材的华语片 捉鬼即可谓各种常于营造气氛的一部 观众和演员一同陷入未知的恐惧与谜团 透过层层叠叠的抽丝剥茧 才使真相浮出水面 特别的是 虽名为捉鬼 但鬼真正出现的场次并不多 倒是捉摸不定 隐含秘密的女主人 更显阴森诡异 是全片最引人入胜之处 比起完整塑造的两位女主角 应该很可怕的鬼 则明显被弱化 出场时总是千篇一律的 铁链脚步声家庭点 索性有乐蒂饰演略带神经质的少妇 勇敢正义的少女 于老是怕得要命的老仆 否则这鬼到底能吓谁 担任少妇一脚的乐蒂坦言 到了真相大白之后 我自己也觉得 有点奇妙而出乎意外 从结局论 少妇之所以相信有鬼 是因为心里有鬼 这或许就是电影本事中 所谓破除迷信的意义所在 豪宅谋杀少妇鬼影 周鬼祭多数场景都在室内 甚至黑暗中进行 1950年代下半 尚处在黑白彩色的更替时期 该片幸运的因只有黑白 而强化疏离鬼局的调性 电影本事中强调 本片的摄影技术和配音方面 亦经过缜密考虑 采用了全新的方式再三安排 话虽如此 实际却存在灯光还没有运用的恰到好处 与配音时长显得太弱的缺憾 不可会言 灯光的确是拍摄过程中的难题 毕竟画面若要清晰 灯光自然得强 如此便会削弱全片的恐怖感 权衡之下 就是最终呈现的影像 看不太清 声音听不太到的瑕疵 我在香港电影资料馆欣赏此片时 即对黑漆漆与嗡嗡声印象深刻 虽然好奇鬼究竟是谁 少妇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 但说实话 如果没先看过剧情简介 真有些摸不着头脑 此外 捉轨迹片尾解谜的部分 称得上出乎意料间合情合理 但在节奏上未能统一 造成前慢后快的落差 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把人家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 周璇写在日记里的有感而发 何尝不是他人的无奈悲悯 明明错不在己 却莫名其妙 博人因我而死 甚至被迫成为 事件里的最大牺牲者 捉轨迹的乐地 就是这样一个 带有这类悲剧色彩的善良角色 是谁将他的一生 永远埋葬在悲惨的命运之中 透过捉轨迹 观众可以觅得罪魁祸首 但在现实生活中 好与坏 善与恶 却不是电影那般黑白分明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 有 McCullivan 88 8 9 16 15